北京酒吧邻里的著名商圈三里屯 13号晚上接到空无一人 超过700家餐厅禁止内用 热闹的不夜城再次没了烟火气 原因是当地疫情又有波动 6月9日零时至13日15时 设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 累计报告228例感染者 天堂超市酒吧五天累计的确诊者 遍布北京15个区 在动态清零的原则下 北京防疫管控急速升级 因为天堂超市酒吧的群组 还不断在扩散 北京政府启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筛查 像我居住在的朝阳区 也已经收到了简讯 要连续三天再做核酸检测 对酒吧等地下场所开展大排查 举一反三抓好整改 学生聚集地海淀 关闭278家网咖KTV娱乐场所 另外全北京暂停所有线下体育赛事活动 相较于北京民众 还在疫情管控下努力撑着 商业活动陆续解封的上海 民众有不同烦恼 上海地铁九号线舌山站外的客流拥挤 近站缓慢 有网友反映说 近站耗时长达半小时到40分钟不等 上班尖峰时段碰上下雨天 近站还要扫码 一群人就这样挤在地铁站口 恢复营业的店家也推出防疫新规 从外出用餐 剪头发上班都得测温扫码 上海宣布全面解封两星期 民众享受自由出门的前提之一 就是得乖乖遵守防疫管控 TVBS新闻出光红丽敏珍 北京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